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找我夫人 活你的是吧 没办法 你老了我也是被迫的 你 去 把夫人给我找过来 是 老爷 主公 刚才有个小乞丐 送了张纸条过来 说是给您的 嗯 吃点 李宗盛这个含糊 怎么还能送人头呢 怎么了 这是爱丰的字迹 嗯 没错 从许虎传来的 那我们快去救人吧 这杨师爷细皮嫩肉的 打伤了我多让人心疼啊 老爷 我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呢 哎呀 上一边去 来 你来告诉我 他大半夜来找你到底干什么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再说他来的时候 我不是在跟你睡觉吗 老爷 说 你到底来干什么 我实话实说了吧 其实我是来找徐老爷的 是为了商量对付贾县令方案的 你少他们给我扯淡 一开始说来吃夜宵 后来又说找我夫人 现在来说 找我商量对付贾县令的 你玩我呢你 不见棺材不落泪 来啊 来啊 给我好好伺候杨大人 是 走 站住 你还记得杨炎吗 坐 杨炎 沧海县的杨炎 没错 杨炎一家当年不是被灭了满门吗 你是何人 我 就是杨炎之子 1分钟 老爷 阿盆回来了 老爷 将公子江小剑来访 今儿还真是热闹 杨老弟 老哥晚点人家 看好他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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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们可以直接进去的 要懂规矩 登府丁通报道 不过 我们进去之后又说什么了 这个 有人帮我们想好了 你一会去趟徐府 一是确定艾峰和杨林的安危 二 是看艾峰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待会 知道了 如果到时候徐宁起疑 你就说去吃早餐 大哥跟艾峰是固有 如果有需要 可以让大哥先占徐宁 唆使他们来县衙接穿网 相信徐宁早就想置我于死地了 江公子江小姐 有失远迎 失敬失敬啊 江公子昨日刚到高崖县 今天就到我府上来 真是受宠若惊啊 徐院外 消息很明通吗 高崖县也不大嘛 不知今日二位前来 所谓何事啊 我是来吃早饭哪 徐府早饭真不错 小眉调皮 给徐院外添麻烦 不麻烦不麻烦 我这就通知夫人 去准备 不用了 我自己去看夫人准备了啥 我是来找艾风的 艾大人 不是在县衙吗 县衙里那位是真是假 徐院外应该心知肚明吧 徐院外 尘封是你把红月 捉来摇一摇 人间那只一笑 就蔓延桃样 不知你曾走过多少 青山下的荒草 可曾相思蔓延如潮 浮生太短 路太远 缘分续干燥 就像那枝豆花 盖的粉外号 却等不到花泪梳妄 就已悄然变老 全局莫等小花圆飘 红尘总是慢慢无忧而起 旧细雨脚石手衣 颠簸一句话来乐远期 你说往昔我弹哭 你便请释放层之地 便当诸咒浮作翩翩凉意